这一期来聊一下美国的经济吧 其实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 都是经济的一个情预表 首先呢 我留意到就是那些租仓库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仓库管理方面 我跟一个仓库的经理聊过 他说他们原来十几块钱一个月的租金 二十几块钱一个月的租金 现在都不止翻了一点点啊 就是N倍的翻这样子 那其次呢 就是很多人 他有一些人呢 可能就是要减少自己的居住空间呢 那就比如说我跟别人合租 所以呢我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呢 就放到仓库里面去 还有一些人呢 就干脆什么都不要了 就只要个仓库 然后就住在车里的 还有的呢 就直接去住那种轻侣的床位之类的 这些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仓库的火爆呢 第一个仓库是个好生意 并且仓库越来越多 其次呢 当铺越来越多 你去看看吧 反正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当铺是很少的 像现在有很多当铺 装修越来越豪华 叫什么 Largerie Park 这些的 它就是那种 当铺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人呢 就断舍离吧 把自己的一些奢侈品啊 好东西啊 不想要的东西啊 就拿到那个当铺里面去当掉 很便宜的当掉 第三个呢 就是路上的 Honeless越来越多 什么叫Honeless呢 有时候呢 你就看到那些 后面的那些电箱啊 在拉斯里加斯 有一些电箱水箱啊 它把那个 拿个那种 铁壳把它包起来 做成一个箱子 一样的放在路边的那种有锁的 很多人就躲在那个后面 啊 就就搭床 有一段时间好多 然后后来呢 被警察驱逐 驱逐以后呢 他们就变成移动的了 移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来个箱子推着走来走去 然后这儿待一会儿 被人赶了 又在那儿待一会儿 晚上随地 栽个帐篷 帐篷之类的吧 啊 第四个呢 就是超市 的那个停车场啊 以前是没有什么摄像头的 它现在呢 我在我附近的这些超市里面 啊那种大型停车场呢 都有好多个摄像头 是用那种太阳能架起来的 那种移动的摄像头 啊 一方面呢 它是对付那个 homeless的问题 第二方面 我觉得它也是防盗窃吧 就比如说有人 偷车啊 砸车啊 还有就是 把购物车推走啊 还有 啊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超市的购物车呢 上锁了 是你推到一个距离 你推不动了 然后它就卡在那里了 因为那个购物车的 失窃现象非常严重 就是那些人 买的东西就把它推走了 也就不退回去了 特别是homeless的话呢 它就推着这个车 到处跑这样子 所以啊 这些都是经济的情侣表 在刚搬到我这个区域的时候 一没有homeless 第二个超市没有摄像头的 然后呢 仓库也没有那么多 还有呢 那个当铺也没有那么多 好吧 关于美国生 不是 在美国经济的情侣表呢 就我的个人的仔细的观察 我能体会到的 就这一些啊 就是我自己平时走着走啊 看啊看啊 就发现这些变化 当然呢 每个经济国主呢 他们也会留意到这些变化 啊 大的宏观数据方面的东西 我就不说了 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和观察 谢谢 谢谢